再來帶您看到的是黃池偷拍狼 昨天被士林地檢署起訴 而他過去的黑歷史 也逐一的被翻出來 原來他原本是從事餐飲業 沒有想到在五年前 卻轉職成為偷拍專業戶 會將私密的影片上傳到創意私房 不法謀利一百一十三萬元 行徑可以說相當惡劣 為什麼要偷拍炮彈的客人 手腳上靠頂著平頭走出球車 面對媒體提問 只有抬頭看了一眼 他就是涉嫌在北投黃池溫泉會館 偷拍的靈性男子 士林地檢署10月11號正式將他起訴 並移送到士林地院開庭審理 你會共錯創意私房其他的共犯嗎 監禁調查發現 綽號狗狗哥的靈性嫌犯 原本從事餐飲業 五年前在百貨公司 真恐偷拍女生群地 法官認為是出犯 只判拘役十天 沒想到從此轉職成為偷拍專業戶 今年29歲的他 涉嫌將攝影器 才架設在圍梨縫隙中 偷拍民眾泡湯 再將不發影片上傳到 創意私房網站 靠著販賣私密影片 不發所得超過113萬元 直到今年6月才終於落網 解方請求法院從中量刑 監禁深入追查 發現他在2022年 就曾走三路小徑 攀越圍梨 偷拍北投另一間的 溫泉酒店湯屋 行徑相當囂張 就怕有心人士再來偷拍 業者也在周邊加裝鐵絲網 和碎玻璃 避免有人靠近 防止色狼必須做到滴水不漏 溫泉業者在圍梨間 更加裝黑沙網 並安排工作人員 每天用反針孔偵測器 在唐屋內巡邏檢查 同時針對死角位置 偵射監視器 希望類似案件不要再發生 監視器 鐵絲網 加門 加鎖 還有加照明燈 伴隨天氣轉良 泡湯民眾逐漸增加 溫泉業者加強防範 不讓色狼有機可乘 記者中的報導